直肠癌手术后需要化疗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魏力春 红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放疗科主任医师 是的 直肠癌术后放疗呢 是直肠癌综合治疗的一部分 那么哪些病人需要术后放疗呢? 首先呢 大家要知道 对于局部进展期的直肠癌 术前放化疗是标准的治疗方案 那么因为各种原因 没有接受术前放化疗的病人 在手术后 如果病理报告为中低位直肠癌 肿瘤请接了僵膜以及僵膜外的结构 有淋巴结的转移 侧切缘 环周切缘阳性 那么这些病人呢 要进行术后放化疗 来降低局部的复发率 术后放疗呢 在手术后4到8周进行 一般在手术半年以后 不再进行术后辅助放疗 在放疗的同时呢 要接受同期的化疗 以提高局控率 降低远转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